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个新西兰的义德堂阳和社长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望向编辑部》正开播和《晒冷气》 继续将齐抗疫、评定、经济和反网部的信息串扬开 好了,这节目就要讲一讲一宗 现在西媒传得很热烘的报导 这篇报导最初就在《华盛顿邮报》那篇报导 有很多不同的报导都转载了 究竟那篇报导是什么呢? 就是绑一个37岁的美籍律师 涉嫌在反修例暴动的时候 就引号救跳习青年被控习警 救字一定要加个引号 本来这件事就在7月的时候已经判了 7月的时候就累成 就判了他入狱四个月两星期 当时判刑之后 美国驻香港领事就有出来说话 就说敦促香港政府保障司法独立 确保每个人获得公平审讯 这样说的 那这人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Samuel Philip Bickett 那他在7月的时候就坐囚车去到 走的时候就做了一个V字手势和举起手指弓 其实这人也很困扯的 但是困扯是没有罪的 这个也要说回人可以很困扯 但他最困扯不是这样 最困扯就是早两天 华游就跟他做了一个专访 那条题目就这样写的 被判刑美国律师公开自己的遭遇 7月的时候就去了赤柱 那些懲教署人员就给了一笋信给他 那些信呢 其实当然是那些写信师 写给在囚人士的那些信 那这个人他9年前就去到香港做事 就帮美国一间投资银行打工的 就做公司律师 他的积称应该叫做 Director of Compliance 那现在他这件事又炒热了 本来这件事是7月的嘛 但是现在西媒就踏起了一个炮台 就射向香港的司法制度了 当他是一个受害人那样 说到他很惨啊被迫害那样 正因为这件新闻呢 我看回他当时做的动作 是看到他非常过分的 怎样过分呢 他是把那位便衣的警察 一手就拉低就按了他的地下 然后用脚踩过人 无论那个便衣警察有没有声明 他是不是警察也好 就算你对着普通人 你都不能够这样做的 他比那个便衣警察高一点点 也都看上去应该是挺大力的 他一手就拉低他 然后两个扭打 扭打最后呢 这个男人就占了上风 然后一脚就踩着警察的肚子里 然后后来那些人就劝了 然后他们两个站起来 不过都是有继续有争执 有口头上的争执 如果你看到当时的那些画面呢 你会看到这个人是佔上风 而且他是主动先吐打人的 当然他当然是说他自己是救那个 就是跳杂的那个人 还有他不知道那个是休班警 因为那个休班警呢 就没有证件在身的 就只是拿着身宿警棍而已 那他当然的说法就是说 我都不知道他是警察 你怎样能够告我习警呢 就是现在他的说法呢就是 打完要抓这个律师的时候 警察才绑出自己的身份是警察 他是突然间襲击那个警察的 他是主动襲击的 但是他说其实之前还有两段的 就是台阳讲的之前有两段的 其实还没有吐打之前 是有一个对峙的 吐了一阵的 是啊 那那个美籍律师就怎样呢 就问他are you popo? 就是你是不是popo? popo是什么? 实实实 我是警察都不会认你说是popo 是police嘛不是popo嘛 是吗? 没错那些暴动人是叫警察做popo 但是这件事情警察不需要认你的 什么叫popo? 就是这样说 先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叫警察做龟或者狗 或者警犬 警察是不是要认自己是龟狗或者是警犬呢? 是不需要的 是傻的 但是现在那个焦点 就是说邱班警就没有即时拿委任证出来 因为当时有人叫警察拿委任证出来的 那警察真的没有这么做 而且现在那个争议点就被无限方大 就是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叫他拿委任证出来的 现在这个就是他们说的争议点 其实我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争议点是没什么用的 没什么意思 不过 没意思 不过现在这位哥哥就已经上诉了 就是Samuel Pickett 他就上诉了 是呀 他也保释了 那他当然现在就大力吹吹了 那他的案子就不单止代表 是法治的败坏 还有是价值观的崩坏 他现在感受到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被告是否高过邱班警很多 其实是的 不是差不多高的 那个邱班警差不多是 高一点 其实差半个头 差不多一个头 他说那个是很高的 他们现在当然是说到 我不是为了自己争取正义的 不单止是这样的 感谢所有支持他的香港人 因为他的答讯就很多的 就很多人的英文 写到一剧东西 要照寄给他 是 写到一剧东西 但是这些写信师就 当然了 给到他希望 其实 我想告诉他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但这件事现在炒得很厉害 为什么呢 是的 是美国媒体的 因为他其实有条片放了出来的 嗯 那条片其实就剪头剪尾 因为还有另外一条片 其实就可以拍得到 即是那警察的行为 其实就比较合理一些的 当然了他现在就剪了一条片 就放出来的 所以这件事本来 本来我认为 就不需要爭辱的 他真的剪了警 但是呢 现在这个 美国律师就说 不是啊 我只是看他拿着 身宿警棍 去打人 我不知道他是警察 但是其实这条片里面也有一段 就是 因为那个 美国律师呢 不断重复问 are you popo 问了很多次 接着有一些呢 就 那个 阿sir就回答了 yes 这样 那这件事 现在炒得好兴了 当然这个矛头也都指向 裁判官 林希伟先生 虽然就是 香港警察的指引规定 警察做事的时候 其实是要出示这个委任证 这些是指引的规定 指引规定 但是 你没有可能要求警察 对一个有侮辱性 或者不是很尊重的 称谓 就回应 yes 这样 are you popo are you popo 当时林希伟也有说 这个美国律师的行为 对公众秩序构成严重威胁 而且是可能引发极大的冲突 当然 现在 这个律师 和他的律师 都在拗一件事 就是你要犯这个集警罪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确实知道 那个休班警察 是一个警察才可以的 有段视频就说 喂 他不认自己是警察 但是你问人家 are you popo 人家怎么会回答你 是popo 很简单 对吧 是啊 你这么侮辱性的说话 是啊 不会的 不会应的 不应是很正常 但是当然 那个警察 有没有委员 可能被人进入 也是有的 因为他很后才拿出委任证 现在上诉 他们有没有咬 我觉得也是有咬 但是 但是在有得咬之前 现在西媒已经在製造一个压力包 因为他的片子一传出来 其实是很多人看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而且那段片里面的对话 绝大部分是英文来的 但是以我的角度来说 就是西媒这样报的话 信那个 美国律师的人 就会比较多 信那个警察的人 就会很少 当然 他也有说他在 贵妃国的 遭遇 例子国基留所 里面 有很多囚友 很快就认出 Samuel Pickett 在报道里面 都说了一些违规的东西 就是其他囚友 就给了一些M&M朱古力 他们 这个M&M朱古力 是香港监狱唯一批准的朱古力 在贵妃国 那里 有人分享了一些奢侈品 监狱奢侈品 就是可能是Tample纸巾那些 可能是 我不知道 他没有报道 没有说的 但是其实这样做 已经犯了监狱的规矩 监狱里面 是不可以私商售售的 那当然 你说这条规条 是不是执行得很严格呢 在监狱里面 有些 懲教人员 是执行得比较严格一些 有些就没有那么严格 这个是现实 这个社会 始终也会有些人 执行得非常正来做 有些人 就觉得 只要不是大件事 都不会理 那当些人知道 这个美国仔是一个律师的时候 那些人就围着他 在这个贵妃国那里 就问他那些法律意见 这位哥哥呢 这样提供法律建议 其实也是私商售售的 那篇文章里面 报道 有几样东西都已经说到 他是 一个进去基留所 都是不守规矩的人 当然 他当然不惯监狱 这么热 有些人去探他的时候 就知道他的苦放 有多苦 他觉得苦 他觉得苦 当初就不要主动动手 是不是 他说他要救人 救人 要踩住人 很简单 救人 有没有这么过分 要踩住人 那些片是全传出来的 整篇文 写到他是一个受害者一样 很可怜 现在很多人相信 很多人相信 最大的问题是 当然 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出来呢 其实就是 扯了去袁家蔚那件事 因为这篇报道 后半部就是说 袁家蔚和 香港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说的那些什么 那你说邓炳强说什么 他当然不会如实报道 他就写说 被囚人士如果有额外的巧克力和发劫 可能会聚集到一些追随者 就会危害国家安全 这一段也是春秋不发来的 西人看到 有没有搞错 因为多几个巧克力和几个发夹 就可以危害国家安全 你的国家是不是豆腐做的 一看就会这样想的 当然 这个阿哥 他还说一件事 就是监狱规则 就是被有选择地执行 就是选择性执行 不是 每一样东西都拿正来做的 只是针对那些麻烦人 麻烦人就被针对? 你制造麻烦嘛 但是他们不是这么说的 他现在的说法就是 那些道友私伤授授? 没什么的 是政治犯私伤授授 就被懲教署玩了 他的写法是这样的 当然他还要加多一脚 他在准备上诉期间 他就说 对这个香港法院就没有信心的了 那他就准备重返监狱的 那他当然还要说 他整个职业生涯 都是做法律的 他本来就相信法律 但是 被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看到香港这个城市 自已死 我不是做法律的 但是我看到他的结果 我更加相信法律 那些片子是有的 但是每个人都认为 是他主动先出手 你无论什么原因都好 你都不能够出手 事实上 有一次证明 动手的人才输 那他真的先动手 还踩着人 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 你明白吗?台仰 他的说法就是 是那个邱班警 拿一支伸缩警棍去捕人 而他不觉得 这个邱班警是警察 他是去制服一个 他不知道是警察的人 他是主动拔他 当时那个片子 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的说法是 我是制服一个 握着 伸缩警棍 乱偶人的 我不知道他是邱班警的 邱班警 他是这么说的 当然 这篇报道下面还有 引去另外三篇报道的链结 第一篇就是 US warn of business risks as Hong Kong suppresses freedoms 就是香港压制自由 美国警告商业风险 第二道就是 Hong Kong's Apple daily newspaper floats under government pressure 即是 香港苹果日报 迫于政府压力倒闭 第二篇就不是事实 虽然 有些民建联议员 就九流流吃地球的 他还说这个 《洞房日报》是专业 是专业 还有第三篇报道就是 憑植Netflix 健身课程和红酒 一个香港激进分子 为入浴做准备 With Netflix Gym Sessions and Red Wine Hong Kong Activist prepares for prison 理得你是什么职业 是否Activist 你是有犯法 就会有被法律制裁的风险 他们这些 英文这样写都挺麻烦的 这个是陈浩环 刚才那个 陈浩环 这个专访就是说陈浩环 这篇当时是炒不热的 这篇其实当时没有什么人看的 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我也有看 就是五月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现在西媒 就会组织一条战线 可以这么说 他会用这件事来做一个突破口 当然现在还有其他的媒体都跟着做 包括自由逆招电台 当然了 他的专访里面都有提到 就是港区国安法 他就说他在赤柱和贵妃各 都会见到一些因为政治罪名被拘留的人 那些被港区国安法压迫的人 他有说这些说话 所以之后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 就是西媒会用多少蝙蝠去报香港的事情 我自己就认为是会有增无减的 还有邓炳强绝对是会被针对的 头号敌人 因为现在邓炳强说的东西 其实在那些自称 爱国爱港的媒体 已经是断章取义地说的 这些断章取义的说法 就是会被西媒全面应用的 究竟那些自称爱国爱港的媒体 你在做什么呢 我是不知道的 本来邓炳强说话 就应该如实说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断章取义 抽一些生碑出来 没错有些人看了会觉得很过瘾 但是实际上呢 你在害这个邓炳强 因为很多时候邓炳强 其实没有说到那么激 但是那些媒体报就报到很激 好了 去到西方媒体 你报到那么激 我会跟你玩我激 也希望那些自称爱国爱港的媒体 做一些恰当的事情 不要踏起一个炮台 可以让西媒利用射向香港的司法机关 好 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